嗨大家好我是YG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寶可夢珠子的攻略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利用寶可夢的大量出現 來刷出閃光寶可夢的完整詳細方法 如果是有興趣的朋友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一樣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還沒訂閱也歡迎訂閱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囉 Let's go 首先在我們這一代他是有大量出現的 而且是從你開局的時候進到學校就會有 只不過這個大量出現跟上一代阿爾宙斯的大量出現是有些不同的 一次大量出現會有100隻以上的寶可夢持續刷新 比起阿爾宙斯寒酸的12隻這一次真的是佛心很多 同時阿這個大量出現阿在閃光上也有機制上的不同 例如說你打死或是捕捉了大量出現的30隻寶可夢 閃光率呢則是會加1 正常情況下閃率的機率是4096分之1 加1之後呢閃光率就會變成2048分之1了 再來 當你打死或是捕捉了大量的60隻阿閃光率則是會加2 所以閃光的機率呢就會變成1366分之1 因此我們真的要刷閃的話呢 就是要在打完60隻大量出現寶可夢之後 才能正式開始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Let's Go這個技能 利用Let's Go我們就能快速的清怪 各位可以在刷的時候默念一下自己刷了幾隻喔 或是看右上角這個 這邊有時候會出現這個大量出現的寶可夢減少了 再來下一個磁條會出現的是大量出現寶可夢所剩無幾 每次出現一個這樣的磁條大概都代表說你已經屠殺了30隻寶可夢阿 這也可以當作是一個指標 閃光的部分呢我們先等等喔 我們先了解一下大量出現 大量出現阿我們打開地圖會有兩種顯示方式 一種是你可以看得到寶可夢的 那另外一種呢則是給你一個問號 這種阿就是你要過去才知道寶可夢是什麼 那先來說說阿假設目前地圖上 沒有我們想要的寶可夢該怎麼辦呢 來這邊有一個很好用的方法 可以讓我們刷新大量出現的寶可夢 首先我們按HOME鍵跳出去然後把遊戲給關掉 再來阿來到我們的Switch時區這邊 這邊我們把它改成23點59分 改完之後呢我們再回到遊戲 我們之所以要將時區改成23點59分阿 就是要製造出一個換日的時間喔 欸改完之後呢過不久各位發現阿 右上角出現了這個大量出現已消失 還有新的大量出現 各位就可以利用這個方法來找出想要刷的寶可夢阿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大量刷閃喔 除了打掉60隻以後會提升這個閃光率 當然閃幅也是會有所加成的 只要把圖鑑的400隻寶可夢阿都收集完成 生物老師就會給你閃光護符 閃幅在這一代的加成是加2 所以有閃幅的狀況下 平常路邊寶可夢出閃的機率是 1366分之1 這個是閃幅的加成啦 除了閃幅呢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三明治 這個呢我都叫前聽暴 他也會對於閃光是有所加成的 只不過他是對應的餐點去對應到加成的屬性 不過這個加成還算是蠻高的 一次可以加成3 所以呢如果你有閃幅加上三明治 你要打到了60隻以上的寶可夢的話 閃光的機率呢則是會來到512分之1 這個是目前最高的閃光機率了 閃光前景寶的話呢我們需要拿到 5星太進化團體戰的這個祕傳調味料 5星團體戰如果你沒有打完一周目的話 是無法解鎖5星的 這點還請各位注意一下 而祕傳調味料呢 同時還需要搭配到另外一種食材喔 這裡呢我用這張清單列給大家看 各位可以看一下你想要刷的是哪種屬性的閃光 去做那個閃光的潛艇寶 取得那個潛艇寶的素材 OK吃完潛艇寶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開始刷閃啦 各位在刷的同時呢也需要注意喔 按你的右十字鍵呢可以跳出這個通知 這邊呢會告訴你潛艇寶的BUFF時間還有多少 那我們的步驟呢就是要有最高閃率的話 先把大量的寶可夢用Let's Go打掉60隻 打完60隻之後呢 你也可以在這個時候吃這個閃光潛艇寶 當然呢你也可以在打60隻之前先吃 保險一點的話呢就是等打完60隻之後再吃 BUFF沒有的話呢再用野餐去補一次 我們要用的刷閃方法呢就是打開選單 然後打開野餐 再退出野餐 如此一來呢附近的寶可夢就會被刷新啦 如果呢看一下周圍沒有閃光的寶可夢 那就一樣重複開桌關桌的動作 再來啊這代的刷閃有一點一定要留意喔 這代雖然說有跟阿爾咒斯一樣的冥雷 也就是說你路上是直接就能看出這個寶可夢的閃光形態的 但是呢他並沒有跟阿爾咒斯一樣會聽到閃光聲或是 蹦星星的特效 所以這也非常考驗你的眼力啊 和對這隻寶可夢的閃光的印象 如果是像那種閃跟沒有閃幾乎沒有差的那就尷尬囉 總之阿如果你覺得那隻有閃那先不要急啊 我們先打開選單 先到設定這邊啊把我們的自動存檔給關掉 接下來呢再用手動存檔一次避免不小心把他幹掉 欸各位那我們現在就遇到了這個青綿鳥的閃光啦 他其實還算好認喔就一隻金色的在那邊 另外這一代啊他有著一個非常人性化的設計喔 那就是Let's GO他不會對閃光寶可夢進行攻擊 看看我們的蒼燕嫩鬼啊 我叫他打他會罵我欸有沒有 所以大家也不用怕Let's GO會不小心打死閃光寶可夢啊 抓的時候有兩個方法非常建議大家去使用 一個是開局直接丟先機球高機率就可以捕捉 另一個是使用點到為止這種打不死人的技能都是不錯的方法呀 對了同時還有另一件事情要留意喔 很多寶可夢他的大量出現啊 但你有時候去了卻發現 沒有看到這個大量出現的寶可夢 那個是因為有些寶可夢設定是只有在晚上才會出現的 那解決方法就也很簡單啦 我們一樣用Switch去調時間 把時間給調成晚上 遊戲裡面也會變成晚上 這一代不像阿爾宙斯一樣喔 有著那種可以讓你睡到晚上的功能 好啦那基本上這一代刷閃方法大概就是這樣啦 下一次呢我會發關於聖誕要如何培養出最強寶可夢的攻略 之後呢也會持續用其他寶可夢珠子的攻略 不想出過的朋友呢 記得訂閱開小鈴鐺喔 最後呢這支影片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把影片下支影片會一直ır下 請問一按讚 請問個讚 請問三按讚 請問三按讚 請問四按讚 請問三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